夏天夜雨 一斗半岛南端的夏田港边 朝近风暖的古老镇上 斜坡山道上莫望着海 港边有黑船停泊 山丘上花叶点染的樱树 看起来有些沉郁 宝福寺的祭典上 粉装和服的女子们 手持山茶花 像雨夜里的芳魂铸道 那被称作红春的山茶花 象征了悲惨的红颜 莫甫末期 一季阿吉 成为美国领事哈里士的侍妾 当时芳华时期 十七岁的刘颖清纯又秀丽 但是不平等条约 使阿吉承受更多的鄙视和谴责 在当地人的眼中 那就是屈辱的象征 哈里士返美后 阿吉的人生在社会价值的拉锯下 漂泊失意 婚姻事业都不顺遂 容颜在酒杯中老去 终于在下着旁托大雨的春夜中 投河了 正是山茶花落的季节 凋雕临的残红 让人联想到阿吉的人生际遇 山茶花有多种 红春属于八重 腹败中央有黄蕊 花色非常艳红 山茶花本就容易凋零 初开始娇嫩迎节 才三五日 花瓣莫延就开始微软枯河 不想看她迟暮的模样 就只好修剪 每日修剪的结果 树上便指零零点点几朵梳花 无人整理的园子 花树繁盛 但是边开边微 花季虽长 从秋末到春初 却满树沧桑 阿吉投河时 已经年近五十 漂泊失意 过了二十余年 死前贫病交迫 就像红春 在长长的花季里 只有初开始 娇美动人